从病人的年纪 病人发布的位置 然后跟耗发的季节 我们可以过来断定说 它到底是什么问题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脸上 有凹动 那个再怎么打飞针 再怎么打飞缩 它就是还是改善得不是很明显 这边两颊比较 颧骨的部位 比较偏向肝火放 压力 另外一个就是熬夜 或是睡不好 他不以为以为是老人班 就发现越来越大 而且甚至有容器的 有个状态 后来就医之后才发现 原来是皮肤癌 请锁定养生我知道 周周来报道